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这是误导医生教主的他 男主说自己欠了很多债 如今活着没有任何意义 还不如去死 于是医生把他带到诊所 通过换脸手术 可以将你变成另一个人 脸、身体和生意都会随之改变 只要你下定决心 便能在此揭开新的人生序幕 说吧,医生点亮展柜 数十张人脸重新在男主面前 医生让男主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以自己喜欢的样子重生 但手术只有一次 没有二次机会 男主看来看去 最后选了最下面的一张脸 手术报酬便是男主自己的脸 误导医生曾隶属于 美国保安局联邦证人保护计划 是技术精湛的美容界外科医生 他给人换上一张新的脸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 被叫做做脸师 一个月后 男主在镜中看到了自己全新的脸 他准备带着这张脸 开启自己的崭新人生 不巧的是 很快又在街上遇到了 向自己催在的黑社会 他吓得联蒙变过脸去 带对方走过 他站着兢兢的回过头 谁知黑社会正听着自己看 男主暗叫不妙 谁知那几个人惊叫自己大哥 还毕恭毕敬的向他鞠躬 哪泥 男主一脸懵逼的 被他们带回了老卧 这时黑老大走了进来 对他热情的说 川岛你可回来了 八木祖的事结束后 就可以考虑你和牙子的婚事了 男主听到一头雾水 只得跟着一屋的人一起假笑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欢的这张脸 竟是黑社会大哥的脸 但每天出入夜总会 没酒家没人 这种生活也不赖吗 见如今 他充满有小弟保家护航 每天也不用为钱发愁 睁眼就有人往自己手里送钱 对比这天提心吊胆 整天被人追待的生活 真是天差地别 这天秃老头带着自己的闺女 雅子来了 这妹子也忒主动了 盖尔布林直接将男主扑倒 此时误导医生这边 又拿出那张残破的照片 脑中瞬间浮现出至深火海的场景 他的头再次疼了起来 傍晚妹子主动头怀送抱 但他发觉男主接吻的方式变了 男主含糊其词地敷衍了过去 随后妹子恶狼扑石般经地扑倒 威胁男主 若不按自己说的做 就去告诉爹地 男主本想任由妹子摆布 但一想从此自己就走上黑道 无法回头了 牙一咬心一横 反科为主 由手转成了弓 看着手下人对欠债的人拳打脚踢 男主非但不同情他们 还学着黑道的样子 把对方一拳击倒在地 见自己的手流了血 更是不顾对方求饶 泄愤般拳脚相家 妹子跑去找老爹告证 说自己也感觉男主像是变了一个人 秃老头听得咬牙切齿 男主以为如此行事就算入了黑道 却突然在镜中看到了原先的自己 正对自己说着什么 这时他突然遭到了仇家的暗杀 索性躲开了子弹 他心灰意冷地再次来到球边 你又走投无路了 医生问道 我因这张脸成了黑社会 虽说现在要杀有杀 但因这张脸 我刚才差点被杀 他请求医生再帮自己换张脸 医生却感慨地说 这是你自己选的呀 优柔寡断之人 不会选一开始和中间的 总觉得留到最后的才是好东西 你选的那张脸 正是最下面的 但你过得也不错了 而且我已经把你的脸卖了 最后他送给男主一句忠告 顺应命运就会被其支配 与之为敌才能支配命运 兔老头再次将男主叫了回去 他怀疑男主背叛了自己 因为大家一致认为 男主回来后举止奇怪 他们让男主杀掉带来的这个人 以示清白 可看到男人的脸后 男主挣住了 那正是自己原先的脸 手下说男人叫阿宝 欠钱不还 还想逃跑 且有人看见他从八目堵出来 也许与那边有关系 男人联盟辩解 自己根本不是阿宝 他的话自然没人信 突老头将枪递给男主 顺应命运就会被其支配 与之为敌就能支配命运 医生的忠告再次在耳边回道 男主感觉眼前这一幕似曾相识 没错 这正是他曾经做过的梦 男主俯身小事问男人 你去变脸师那了吧 为啥偏偏选了这张脸 对方一惊 随即打道 因为他是最下面那张 男主举起了枪 原本受死的该是我 那就由你代替我吧 可他实在对这张脸下不去手 最终还是心软了 男主掉顿枪口 他不是阿宝 我才是 说吧 将枪口对准自己扣动的扳机 我的人生 从诊所出来后 就已经结束了 男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样想着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 这句话貌似还是有些道理的 好了 今天宇哥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句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这里的铁粉专区全集已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 宇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准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